Hello, 大家好, 多謝大家來到VIP Station 美人站的 YouTube 頻道, 我是 Maggie 今天想用大家介紹的是 Hermes 裏面其中一個款式, 它就是 Garden Party 而它都會有不同的物料所造成, 首先左邊這個是 Size 30 而顏色是 6H 維羅納綠 全個都是用 Reganda 的牛皮所造成, 是一個比較伸出的皮料 而且這個款式還是 Hermes 裏面入門的款式 而右邊這個屬於 Size 36 而顏色是 1C, 屬於塵土色, 都是帶綠色的感覺 全個用布料拼 Leganda 的牛皮所造成, 拼布的料會比較輕 兩個都是屬於現在秋冬大熱的色系 以下就來看看它們基本的設計 Garden Party 用全皮所造成的效果, 整體會比較挺身 因為是用牛皮所造成, 所以亦會比較耐磨 而 Garden Party 這個款式, 它的底部也會比較厚 所以放東西的容量是非常好 而大家都看到它的手柄位置, 其實是由底到面圍著底部 其實就會令到它不會那麼容易擦 而中間 Part 楼位是用金屬的扣位所造成 所以開起來都是比較方便的 打開裡面, 基本 Garden Party 都是只有一個格層 而奈利是用布料所造成 除此之外, 布料這個款式, 它都會有一個拉鍊的格層 拉鍊格層就可以讓你放貴重物料 例如銀包、白達通或電話之類的東西 都是非常方便 而 Garden Party 如果熟悉它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它兩邊還有一個帕楼位置 而這兩個帕楼位置, 開了之後 其實它可以演變成一個比較闊身的袋 這樣就營造了另外一個款式 所以 Garden Party 是有兩種感覺的 拿出來 而且它拋開了樓之後的容量是更加好的 而去到36這個布料款 其實整體設計和皮料都是一樣的 不過因為它用了布料加皮料的效果 所以造成一個對比的顏色 它布拼皮的效果呢 除了手柄位置是全皮之外 其實它底部都是用了全皮的設計 所以就會比較耐磨 不會那麼容易剩下底部 打開內格同樣都是只有一個大的隔層 都是用了繁布所造成 不過36布料這個尺寸 它裡面就不會有拉鍊隔層 只是一個隔層而已 同樣兩邊的帕楼都可以打開 擴大成一個比較大小小的袋 它的容量可以放多些 亦都可以造成兩個袋的感覺 以下當然是看看它們的內容量 雖然30望來好像很小小 但其實它足以可以放到一些小文件 或者小iPad 除此之外一個大的長銀包 甚至乎是放上卡包 最重要的是電話和充電器 就算放進去之後 其實你說放一把小遮瑕 或者一件小皮肩都可以 它的容量是絕對非常好的 如果放進去的東西 好像還有很多空間 其實你把兩棵樓 它的東西就不會拿來拿去 東西都會整齊很多 而去到36這個尺寸 或者它的容量更加不用說了 很多人買來 可能當一個公文袋用 因為它可以放到 譬如手提電腦 A4文件 長銀包 電話那些 其實當然都是可以放得下 放完之後 同樣 放回馬桔 或者現在 冷氣地方多 放回一件披肩 都是可以的 你看我 如果放了那麼多東西 其實袋子都不會說 好像真的放了很多東西 而都很臉腫的感覺 還有布料的話 你用來做公文袋 也都會比較輕身 很多人問 其實Garden Party 綁不綁到Chili的呢 其實都是可以的 做回一個點綴都不錯的 最簡單的綁法 就有以下這個款式 就是在中間 拿回一個對稱的位置 跟著向兩邊橋 橋完之後 記住個尾端 收回一個平結 拉長一點 就會比較突出 和比較色彩的看下去 亦都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綁法 除了這個綁法 還有沒有其他綁法 當然有 我就示範另外一種綁法 給大家看看 這個綁法 就會呈現了一個蝴蝶的效果 就是在中間綁 只要好像剛才那樣 尾端留回兩邊 比較長一點的位置 之後在中間綁回兩個平結 綁完之後 中間就好像營造一個蝴蝶的效果 這個就會比較lady一點 這兩個都是屬於比較簡單的綁法 不知你又喜歡哪個多些呢 最後試上新圖給大家看看 綁了Chili之後 大家感覺上是不是比較色彩 和lady一點呢 30 size 這個除了可以手拿之外 其實都可以繞在手 而36 size 感覺就會比較大些 除了可以手拿和繞手之外 它這個handle 其實你說夏天 背上薄其實都是剛剛好的 不會說很劫手 所以就是為何這麼多人 喜歡當作一個公民袋的原因 36 size 30和36都是現在最流行的size 不知你又喜歡哪個多些呢 如果對它們兩個有興趣的話 以下有個contact 微信和WhatsApp 可以隨時加我了解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片 拜拜 的圖片 待會兒 旁花 廣東 我 待會兒